今日四川多利持续暴雨 有一位成都的网友向市长热线写了一封信 大概的意思是希望将搬出展览用的金沙遗址石膝搬回原位 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正水神兽 只要放回原处大雨就会停止 成都市文广新局进行了回复 石膝先作为重要产品成立于成都博物馆展厅中 自2016年起一直没有离开过成都天府广场 目前还缺乏确切的资料证明该石膝就是礼宾震水的神兽 另外该石膝与水患有无直接关系 尚缺乏科学论断和事实依据 据悉这只石兽通理长3.3米 宽1.2米高1.7米 外观金字稀或牛 制作年代下线应不晚于蜀汉 7月9日在重庆渝中区 民警在汉卫路附近看到了一位疑似走势的老人 发现老人的衣服上绣的数字是一个电话号码 通过这个电话号码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媳妇邓女士 邓女士表示老人有些痴呆经常性走丢 但是老人又不肯买手机 于是想到了在老人的衣服上绣上自己的手机号 在今年的高考中 温州昌南饶先生的儿子发挥出色 考上了北京某知名大学 一家人都很开心 但是学校打来电话说 他的儿子可能无法被录取 因为饶先生是一名脑赖 欠银行20万贷款不还两年了 在去年7月被纳入了私信被执行人名单 当时的饶先生并未正视 如今饶先生得知情况后 立马主动联系了银行 分分钟还清了20万 今日苏州一居民家中一直传出打汗声 民警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反复敲门喊话 但是一直没有人回应 物业突然想起这间房子刚装修完 房东还没有入住 因为房里长时间没有人回应 又联系不上房东 民警担心里面的人会出意外 找来了开锁公司开门 结果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录音机 在循环播放打汗的声音 后来才知道是家里刚装修完 房东把窗户都打开了通风 但是怕家里遭贼 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吃饭和吃东西的同学先停一下 今日上海市儿童医院通过奋军移植 成功治好了一名5岁的腹泻男孩 这名男孩是艰难缩撞 牙包赶军感染者 曾一度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粪菌移植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军群 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 重建新的肠道菌群 实现肠道疾病的治疗 虽然粪菌移植在胃肠道等疾病上的治疗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粪便专线志愿者短缺 对于粪便专线者需要在初期筛选时经医学检查面试 并排除既往疾病和危险因素 要求也是非常严格 这个螃蟹叫强壮武装颈卧蟹 也叫强壮颈卧蟹 被称为欠人猎 因为蟹壳阴度非常高 但是肉少还不好吃 所以基本没有人会吃它 不过它的肉咳能入药 祝君 到了中午的提升心脑环节 这个漂泊大瓶 漂 清盆大瓢 清盆大瓢雨 好大的雨 中午跟同学打球 所以忘记准时看土豆的视频 以时推之 我没有吃中饭 有你有据 无法反驳